泰國曼谷的一間大型購物中心 在3月下午發生一起槍擊案 一名14歲少年開槍 造成兩人死亡無人受傷 而事發當下一名男孩正面YouTuber 正好在商場內的餐廳邊吃飯邊直播 從他的直播中可以看到 現場突然傳來一陣槍響 接著大批民眾便四處逃竄 場面相當混得亂 而該名YouTuber也邊哭邊拿著相機逃命 之後逃到安全處後 他也還原情況表示 我聽到槍聲後 大概有15個人從小小廣場快速湧出 當看到一名母親丟下硬核車就跑 我就覺得這不是在開玩笑 談言如果自己再晚個一步 可能就會出大事了 會不會打電音 不會打電音 是剛剛不打電音 也看到一聲 我們會打電音 會不會打電音 這張聲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